這間是有時限的小學 很多人都問九年之後怎樣 他就是這間學校的校長 是一個沒有校長經驗的人 去開辦一間學校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為學生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學習方法 他不只是做面子 他可以嘗試 然後自己回家鑽研 這就是他最不同的地方 肖婷在香港的故事 請留意接下來這一輯 國語與雙聲道的恩語之聲